高宏安今年選舉期間 整理事件不少 不僅論文招質疑抄襲 就連北一女學位都被網友爆料 是靠特權查辦進入 當時高宏安對這名網友控告 加重毀謗以及意圖使人不當選 而七號判決出爐 台北地檢署認為這屬於合理評論 不起訴網友對此高宏安也回應了 對於這個相關的不起訴的結果 其實是感到很遺憾 合理評論或者是可受公平 應該還是要他基本的這個尊重 不能說好像無限上綱 只要是對於公眾人物的造謠 都是所謂的合理查證可受公平 我覺得這樣真的 比較沒有辦法讓人家接受 高宏安認為這名網友的言論 也間接批判到北域女的升學制度 對其他學生不公平 對於控告結果無法接受 但檢方認定 因為當時是競選期間 候選人的評德及能力 都應該受選民嚴格檢驗 主信網友只是表達個人意見 因此判定罪嫌不足不起訴